用具体行动来支持身心障碍者自食磁力的成果 苗日现场中东几年是化身为烘焙师 来协助行销优安教养院的公益月饼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各界都能永远认捐 透过月饼传情做爱心 让社区弱势家庭开心过家节 优安教养院训练院生一技之长 每年中秋月饼礼盒的销售所得 占烘焙坊总收入的五成 成为了营运的主要来源 但今年订购量不如预期 今年本来期待募1500盒 分送给弱势家庭 那像目前已经募集了500盒 那我要非常感谢那个觉醒 觉醒那个基金会 他给我们的一个赞助的200盒 那另外就很多的善心朋友 累积到像目前已经很过500盒了 呼吁所有的爱心好朋友 那在中秋节前呢 那多了一份的温暖跟爱心 把这样的满满的祝福送到弱势的家庭 这次预计要筹募1500份月饼 分送给弱势家庭 苗栗县县长中东景感谢幼安教养院 协助解决特殊幼童的教养问题 特地化身成为烘焙师促销爱心月饼 呼吁各界踊跃支持 应景做爱心工艺也给院生温暖 我们刚刚的这个做月饼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的感觉真的非常不容易也蛮辛苦的 所以这些小朋友大家要一起努力 除了让他们学习自己将来有一技之长之外 当然这个逢年过节现在到了中秋节 也是大家买叶饼的时候 那我们也希望设备各界 如果需要送礼还是要自用 都可以打电话到幼安来订购 幼安教养院主打的明星商品 猫黎之森礼盒 由联合大学冠军建材共同设计开发 结合在地石虎与童话意象 欢迎民众订购与认购 以具体行动来支持身心障碍者 自食其力的成果 让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